看一下这个弓箭 这个弓箭是不锈钢的 这个外形是整体是线割出来的 NC的话就只做这个台阶 上面有一个牙孔 还有这个两个阿脚 阿脚是用4毫米的刀 这个主要考虑的就是 它这个刀装的比较长 像我们这个是用的加长杆 用加长杆就不会碰到侧臂 而且也不会震刀 就比较方便 一会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加长杆 我们用的加长杆 是什么样子的 看一下这个加长杆就是实的 直径是实的 然后下面是直接可以锁的4毫米的刀 锁到这个加长杆这个里面 它侧面有几个螺丝孔 有几个螺丝可以固定 你看这个根据长度 这个加长杆是可以装短也可以装长的 这样的话 它既不震刀也不会碰到侧臂 就很实用很方便 就适合做这些做这种工件 就是装刀比较长 这个工件还有一点就是 它上面有一个M2.5的牙孔 就这个孔 是底孔打的是2.35的底孔 然后是用的挤压四锥 直接挤出来的 看就是用的 这一种四锥 这个就是挤压四锥 直接把牙孔挤出来的 这种用这种四锥 它是因为用的三零机嘛 三零机一定要改它的F值 F值一定要改成它的逻具 它这个上面是M2.5乘以0.45 0.45就是它的逻具 所以我们这个F值就一定要改成F0.45 如果你不改的话 默认的话 默认它的F值是 它肯定你加工的时候 它直接就会断掉 因为这个三零系统一定要改 就是它的逻具 F值一定要改成它的逻具 法兰格系统就不需要 看一下这个弓箭现在做好了 然后我们做这个弓箭 这个弓箭就是洗一个圆弧 还有上面有两个孔 这个弓箭呢 就是唯一考虑的它就是震刀的问题 它开粗可能会震刀 这个是铝的还好 如果是钢箭的话 也不好加工 铝箭的话还好 铝箭因为它不伤刀 而且刀具磨损也不大 看一下我们实际加工吧 现在就是这样夹着 然后这下面这一部分呢 我要下面用一个东西支撑一下 你不支撑的话它肯定会震刀的 它就是铝箭它也会震刀 所以我是找了一个东西 直接支撑了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吧 现在正在跑10毫米的刀洗这个圆弧 然后下面用了一个这种顶丝 然后支撑了一下 三菱机的有一个好处就是 这个三菱系统M80的嘛 它这个是你按暂停的话 它直接就程式停止 然后过一会它主轴也会停止 我们现在它这个按暂停了 把这个废料给它敲一下敲下来 如果不敲下来的话 我就害怕它可能会打刀 打刀的话有可能会就是 万一不小心把刀给打断了 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先把它敲下来 三菱系统的好处就是这一点 你按暂停 然后它主轴过一会它就自动停止了 现在我们敲下来之后 就直接再按启动 它接着往下跑 接着就是跑 接着跑程式 现在我们按启动 它就继续加工嘛 这一点还是挺方便的 这个M80的系统 这个还有下面一个毫米 一个毫米也就一刀了 一刀就结束了 这个弓箭干不完了 就跑了一把刀 你看这个残料直接就洗掉了 它这个开速一刀一个毫米 就跑完这一个城市就不跑了 就下班了 结束了 看一下 就是在下面支撑了一下 不支撑的话 它肯定会震刀的 因为它这个悬空比较多 所以就是支撑一下 它就不会震刀 还防止过切 因为中间这个孔还是有公差的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吧 有什么不懂的 大家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